我就想问一下 谁说强柳的瓜它不甜呢 不要光看当时两个人 是那么的不情愿的表情 那个时候只是刚相亲而已 彼此还不太了解 只能是愣在那里 两个人往那一站 一个像是在找妈妈 另一个像是犯了错 被老师发蛋了一样 刚开机的时候难免会不太熟悉 但是等开机了之后 好像还是放不太开 你撞我干啥呀 我还没准备好呢 哼 虽然你长得很帅 得得让我慢慢接受啊 可以看得出来 哥哥已经开始有意无意的 对弟弟暗示了 弟弟这个时候呢 还是比较愣 戏里西外还看不懂哥哥的意思 但是两个人又拍摄了一段时间后 老婆 我确定放不开你了呀 看到没有 再后来的弟弟就越来越那傻了 所以呀朋友们 谁说强扭的瓜它不甜呢 我看就很甜嘛 强扭的瓜有时候 也很甜的 这时候是真的 再见 我很高 但我脚很小 一博你好 我知道你很高 但是你脚不小啊 据我了解你穿42号的鞋 那你说的脚小是谁呢 原来你说的是肖哥的脚 我一下子就发现了一博的两个优点啊 一个是反应快 这道题刚一出他就答了出来 另一个优点就是恋家 老能想着家里那一位 但肖哥为什么只穿大的鞋呢 还经常被人把鞋踩掉 也不愿意去换小一点的 买鞋的时候我会买两双鞋的 我会寄我的鞋子啊 就给 衣服啊 给家里 外婆都不愿意换呢 原来是非要穿弟弟的 那有人就会问了 为啥要穿不跟脚的鞋呢 这你就咕噜咕噜了吗 因为爱啊 你看弟弟经常穿特别长的裤子 还把长裤子当成自己的风格 这就是爱到了骨髓啊 有一句俗话听过没有 哥哥的鞋子永远大两码 弟弟的裤子永远长一叶 希望俩人永远穿一条裤子 战胜卫王是真的 再见 分别哥哥还是弟弟的比赛又要开始了 你给我倒着放这张图 这很明显是弟弟啊 好的 这张图有点一时间分不清楚啊 我们可以放大 放大就可以看着他的眼睛了 很好 这双眼睛就是一般的眼睛 因为他透露出了一股杀气 就这个冷酷的眼神 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了 因为弟弟他 他 吸吧 好吧 我们来梦一下这个是谁 我不玩了 看这张图这么像弟弟 那他肯定是哥哥了 我猜他是哥哥 哥哥 哥哥 耶我终于猜对了 吸吧 哈哈哈 是真的 再见 大家有没有觉得 哥俩的巧合实在是太多了 但是这么多的巧合里 我最不信的巧合就是这个 这张图大家应该知道 是小哥哥收入的时候 自己手绘的图片 仔细放大了看啊 这个月亮里面 仿佛藏着不简单的东西 像不像有两个人 一个人靠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的感觉 是不是特别的像这张图 有人说太牵强了 那如果从后面看呢 我们再对比一下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啊 严丝和缝啊 请问如果是巧合的话 这未必也太巧合了吧 总之我是杂死也不相信 这可是碰巧画像这样的 简直就是临摹啊 哈哈哈 可以说当时哥哥肯定也是 古足力气化的这幅画 还有大家难道没发现吗 这张图就有那么一点点的战胜为王吗 不 是特别的战胜为王 你看弟弟一个劲的想靠在哥哥的肩膀上 都不得小鸟一人呢 哈哈哈 你才看弟弟这个痴情的样子 使劲往哥哥那边靠啊 哥哥都有点害怕了 还躲了一下 哥哥当时肯定是这样想的 哼 臭弟弟 你又把持不住自己了 哈哈哈哈 这是两十战的 再见 再见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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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什么原因 弟弟笑得这么开心呢 是不是因为 陈静静居组的伙食 带好了呢 大家见过弟弟吃酱牛肉吗 来家的 自己做 弟弟你好 你说酱牛肉是你自己做的 你可别胡说八道了 你自己听听你说的这句话 他合理吗 你厨艺啥水瓶 我们能不知道吗 从白牡丹时期 就开始葱花蒜末冷水下锅 到后来杀黄瓜和首次升级 真的是我一个男的我都看不下去 你这锤水瓶了 哎呦妈呀 哈哈哈哈哈 转过头 你再看肖哥 大学的时候就跟 谁带同学录营 负责烧烤 刚出道吃现 Work 是我会啊 是我会啊 得亏肖哥不建议 另一半不会做饭 要不你这声扯鸡翅的画面 估计再给人吓一个大跟头 哈哈哈哈 依我看弟弟的厨艺变峰 也就是街舞的时候了 就很简单 所以弟弟啊 就在这么多实锤的前提下 你居然还能说出 酱牛肉是自己做的 谁信呢 这一看就是哥哥做的呀 当然换一个角度想一想 弟弟说自己做的 也不一定就等于 是弟弟自己做的 也有可能是我家人自己做的 或者是我婆婆自己做的 这一年吃过最好的食物是什么 妈妈带的酱牛肉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这么就说通了吗 而且还证实了那句话 这好像是真的 再见 原来哥俩一起跑步 是在这儿约的呀 带你带你们跑步啊 那天哥哥给弟弟过生日 弟弟相当开心 开心的都想使用避陈剑了 然后弟弟就一边卸装一边吃蛋糕 不敢吃那么多吗 弟弟这个时候可他没有多想 只是单纯的怕哥哥吃胖了 谁知道这已经就中了 哥哥的计谋了 看弟弟的眼神 已经完全沦陷进去了 哥哥就是等弟弟过生日 这个机会约他一起跑步 所以给他买了蛋糕 让他实际地吃 哈哈哈哈 真跑啊 那你不跑啊 我带你去跑啊 好不好好不好 刚才弟弟还没有确定 哥哥到底是不是在开玩笑 等哥哥反问他你不跑啊 他才兴奋地赶紧回应 好不好好不好 没办法我逼自己跑啊 跑啊跑啊跑 办一办 然后弟弟就等不及了 连时间都约好了 就怕哥哥反悔啊 我可能9点跑 6 8点跑 好跑跑跑跑跑跑跑 哥哥这一招反客为主 真的是天意无缝啊 本来是他想约弟弟跑 结果之后成了弟弟约他跑了 再来 帮你帮我跑跑 帮你帮我跑不好 帮你帮我的这ado 把这一招不好 啊 弟弟真的好烦啊 一句话又问个十来遍 是哥哥先约的你啊 小�EN 哈哈哈哈 这人是真的 再见 这么多年过去了 萧哥居中的习惯 一点都没有改变 只要我偷偷地移动 他们就发现不了我 还有他喵的关门的时候 也要居中 关完了还要挪一下 可以看出来 这他喵很可能已经是 强迫症晚期患者 然后连喝个咖啡 也他喵要居中 我就想让我这双狗眼 看看咖啡到底怎么居中喝 就是把咖啡里的小心脏 转到中间来 三炮 原来是这么 他喵的居中喝的呀 最可怕的是 连眼泪你也能居中落下来 你到底是怎么控制的 我最害怕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这种现象 果然已经开始人传人了 不出意外地 传到了傻弟弟那里去了 味道真不错哟 轻轻地放回去 再把猪剑的调整一下 我就他喵的服了你了傻弟弟 你压根就没碰到中间那个东西 你服个屁啊 你赶紧挖野菜去吧 占山为王是真的 我媳妇问我 最近那个摸他的左边摸他的右边 那个BGM是从哪里出来的 为啥有这么大的歌词 他也能火呢 他给我几十八年 那我才知道他问的是这个BGM 712变怎么样的变 放在那上边 再过来的下边 过来的左边的右边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视频我实在是不敢放太长时间啊 时长太长了 我怕我的号没了 要是我媳妇真的是堪称哥俩 质地接触的爱好者 每次看到的都是不敢睁大眼 你看 却又不得不堪的精神错乱状态 这是让人满床打滚 哈哈哈哈 嗯 差弟弟 你看的啥呀 我有点看不清 离你近点啊 呵呵 谁先碰到对方谁就是小狗 哈哈哈哈哈哈 说实话作为一个直男 我和我的兄弟之间肢体的接触可能会更猥琐 但是最可疑的点就在这儿 肢体接触要么是很少 要么是很猥琐 不会有这种欲惧还凝 欲说还修 遮遮掩掩掩 而众所周知 暧昧期的人是极度渴望身体接触的 然后肢体一旦碰上就很贪婪 然而两人是又心里忐忑 又激动兴奋 守着礼书和礼智 慌乱地躲闪对方 就这种克制着靠近 不舍得避嫌 又色又蠢的感觉 真他妈好磕了 谁懂啊 是吧 哈哈哈哈哈哈 这位主持人真的是什么都敢问呢 所以你们家就是睡觉的时候 你一般是 所以你们家 看把哥哥听得都开心的笑了 主持人太懂了 上来就问你们家 那这个门是不是就包括另一个人呢 哈哈哈哈 所以你们家就是睡觉的时候 对心还是短秀 这个问题得让小哥想一会儿 看看哥哥是怎么回答的 然后自己的话可能就是背心吧 注意哥哥说的是自己的话就是穿背心 为什么要加一句自己呢 是不是暗示我们他不是一个人生活呢 那如果不是自己睡的话 会穿什么睡呢 什么颜色的背心 不穿 不知道大家明白没有 就是说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穿背心 有人的时候就不穿了 大家可以发挥想象 到底是谁来了 才会选择不穿睡衣睡觉 我就是觉得那个人特别的幸福 不知道他会不会也是跟哥哥一样的爱好呢 也喜欢不穿睡衣睡觉 哈哈哈哈 你上海都是我瞎猜的 他俩就挨咋睡咋睡 是不是 我们就只管喊口号 这声人好是真的 再见 我记得我问过大家 太过见 当然大家看距离眼神的时候 一定要挑合适的背景音乐 要不然就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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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声人好是真的 再见